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祷告 最年轻的祷告就不一样 充满力量是吧 希望通过今天我们最先地形的祷告 神信我们更多的恩典 阿们 好 片后面今天愣不好啊 现在我们很高兴 我自己唱的也没有愣过的方式 从前这方面就会好 见到我们你真的很高兴吗 我相信我们互相见为肯定很高兴 阿们 好 看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 彼得后书三章第一节 我们看前面大成绵 我们先来等一下起 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 你们每一个该方怎样圣洁 怎样敬切 阿们 我们上一周分享的主题太记忆了 我们就是圣洁 对吧 我们上一周分享的主题是追求圣洁 那这一周要分享的主题 那么圣洁还是有关系 我们叫圣洁敬前的什么人呢 圣洁敬前的基督主 好了 那我们就对旁边大成好了 你是圣洁敬前的基督主 你是圣洁敬前的 开着我们自己的讯会我们说什么呀 我是圣洁敬前的基督主 我是圣洁敬前的基督主 谢谢 祝愿我们今天在 我们今天在说会员洁敬前的 联阮敬前的基督主 我们有告白的时候 神都听见了 这个百度在打的时候 查不到 有的时候不出现这个词组 教会经常用一个单词 可是世上的人 敬虔这个单词用的并不是很多 在圣经当中也出现过29次 而圣洁和敬虔这两个单词 同时出现的经文呢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彼得后书 大家也说我没看到敬虔、圣洁 在这个韩语的经文里面 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为它翻译成了各样的意思 但与此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再分享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我们为人该当 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唯一的一处 圣洁和敬虔同时出现的经文 圣洁和敬虔是这个途最难的一事情 也是我们一生当中 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一直要去追求这件事情 所以有人说圣洁很难 敬虔也很难 那么今天这两个很大的主题 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 彼得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单词 放在一起是有它的含义和意义的 我们认真阅读这个彼得前书的话 有时间也回去读一下 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 你会发现两个主题 在彼得前书中主要叙述的是什么呢? 有关圣洁的主题 所以我建议我们回去读一下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有关圣洁的主题是很多的 那我来介绍一下 比如说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第二章 大概有四五个五六个经文 都强调了什么呢? 你要过圣洁的生活 而到了彼得后书 则重视的是什么呢? 敬虔 所以我重新再来讲解一下呀 彼得前书一章二章主要强调了什么呢? 圣洁 彼得后书主要强调了什么呀? 敬虔 敬虔 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 第三章中都提到了什么呀? 有关敬虔这两个单词 彼得先说把圣洁和敬虔穿在一起 为什么要去说呢? 因为他告诉我说 你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应该知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神第一次认神来念的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看过创世纪的话 应该知道 谁用什么呀? 用洪水灭了整个世界 通过谁来告诉世人说 要有洪水呢? 洪亚 洪亚 可是当时在世界上的人 没有一个人听洪亚的话 都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只有洪亚自己一个人去造了一个洪亚的方舟 所以洪亚一家人八个人得救了 其他人都怎样被洪水灭掉了 主耶稣也清清楚楚地对我们说 他也要如此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我们看下这个好了 马在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七节 1.1.1 再用洪水来什么呢? 毁灭这个世界 当你们看到天空当中的彩虹 你们就知道我和你们做了一个约定 我不会用什么样 我会用水再来毁灭这个世界 可是神没有说 不用其他的东西来毁灭这个世界 神用什么呢?用我 彼得今天就强调了 当神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福音传遍地体的时候 当罪恶满了整个世界的时候 神会再来这个世界 来审判这个世界 不是用水 用什么呢?用我 我们来读一下 你的后书三端十节到十三节 慢慢的读 当有的日子 要向贼来盗牙 那日天地大有响声的费去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木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静起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无关 但我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意居在其中 阿们 彼得不是随便说 你要圣洁和敬前 彼得说圣洁和圣洁之前 说了一个什么呢? 非常重要的前提 我要再来什么呢? 用火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你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 应当如何生活呢? 应当去追求如何去过圣洁的生活 去过敬天的生活 阿们 彼得在彼得霍书第三章当中 对我所说的话 就如同在罗亚的时代 神对罗亚说的话是什么样 神在罗亚的时代 对罗亚说 你们要造一个方舟 进到里面 我要用什么来拯救人类呢? 用这个方舟来拯救 而到了彼得的时代 神通过彼得 对我们这些人说 我要再来毁灭这个世界 用什么呢? 用烈火毁灭这个世界 但是你们的方舟是什么? 八个字 你们要怎样看起来的好? 看起来的一个 很好 还要再往下一次 诶? 诶? 不见了? 我来读吧 刚才读过的 三二十一节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进行 八个字 对方便带着好吗? 你要圣洁 你要敬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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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圣洁敬洁 今天我来讲 这么重要 和挪洁的方舟是一样的 神对挪洁说 你来造一个方舟 今天神对比较说 你们要圣洁 你们要敬洁 因为我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如果你们不追求圣洁 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能会被烈火消耗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像方舟一样 一个神的什么呢? 一个身体和恩典 我们应当在这个世上 不断地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呢? 圣洁和敬洁的什么? 阿们? 神第二次再来要入火毁灭罪恶的世界 所以未来世界的末日是一场寻寻的烈火 所有有形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雾都要被消尽 就为我们这些幸福最有荣耀的盼盼 盼盼是什么? 圣经当中对我们说 我们要被提到鱼里 到空中与主相遇 被提到宝座前与主永远在一起 这是幸福最有荣耀的盼盼 阿们? 神给我们发表什么呢? 当你们过着尽简的圣洁的盼盼的日子 当我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接到什么呢? 我那里和我一同过电 喜乐有恩典的日子 阿们?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节 我再终结好 那时两个人在前里 娶去一个偏下一刻 两个女人追过 娶去一个偏下一刻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这段经文提醒了什么呢? 你们要警醒 你们要预备 究竟预备什么呢? 彼得后说三章 十一节十二节说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洁 借借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所以敬洁 圣洁是每个信徒 我们必须要预备 警醒 要做的事情 阿们? 第一点我们就看 我们如何来操练 我们敬前的生活 提文在前书四章七节 八节我们来读一下 只是要弃绝 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荒药的话 在敬前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我们锻炼身体益处有是有 但是不是很多 可是当我们锻炼操练我们敬前的时候 凡事怎么样 都有益处 阿们? 敬前原先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向神的意思 学向神的意思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我们认为的敬前 就是你越来越像神 你就变得越来越敬前 就是我们有一个榜样 你按照这个榜样所说的 所行的去做就可以了 阿们? 敬前不是天生要经过不断的操练 像身体必须经过操练一样 才会怎样? 真正得到 当你学向神 跟随神 按着神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你的后处对我们说什么样 我们来读一下 神也没有 宽容上瘾的时代 曾将洪水淋到那 什么的时代啊? 不敬前的时代 却保护了传异道的 罗亚一家巴卡 你的后处二章 六节九节拍摄一下 又判定主动了 俄巴拉将二臣亲父 焚烧成龟 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什么呢? 戒戒 主知道 搭旧金钱的人脱离事态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人 所以今天我的答案就来了 比如说 哎呀,你看你们信耶稣的人 和不信耶稣的人有啥区别啊? 你们信的耶稣还不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呢? 他们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名利 你们过的生活也好得多啊 你们信耶稣的人看起来 很多时候很傻啊 被欺负啊 然后呢,就被利用啊 又很穷啊 又没有钱啊 也不是这样的问题 信耶稣的人有些人是很多的 这是你没看到的啊 可是呢 所以有人说 神体不公平啊 为什么这么好好的相信你 你不帮助我们过这个幸福的生活呢? 为什么这些看起来是恶人 罪人的人 反而比我们生活的幸福 今天的经文里面对我们说什么 说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大命 存留 直留到 不禁前之人 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神的日子还没有来到 神只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在忍耐 在忍耐 期待的这些 我们认为是罪人 也是个人的 早日什么呢? 回到神的领域 成为神的儿女 得到永远和生命 阿们 所以 神现在 是在等待着 每一个人 都回到祂的日子 比较后说三章七节 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了 但现在的天地 还是凭着大命 存留 直留到 不禁前之人 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 用火焚烧 那我们看操练金钱的益处 是想在第一点上 凡事都有益处 对吧? 我们再读下一个经文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有金钱 凡事 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要 那么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什么样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如果你过敬前生活的话 你按着什么方式去行的话 神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今天 我们在世的应许 还给我们什么呢? 将来回到天上 神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再来读面这个经文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唯独敬前 凡事都有益处 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阿们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 有一个人做见证 他说 他曾经被神接到天上 看到天上的情景 有的人住的房子很大 有的人住的小草棚 有的人看起来很富裕 有的人看起来很贫穷 他就很奇怪 为什么在天上的贫富 差距这么大呢? 然后呢 旁边的余迪迦说 因为 这些人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按照神的行事 按照神的方式 按照神所教导 去遵行神之地的人呢 得到的奖赏 在天上的贫富是大的 但是没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的 在神的里面做的少的 到了天上的贫富 那个奖赏 那个赏赐就变少 所以今天对我们说什么呀? 今生的应许多什么呢? 来生的应许 在天上 神没有预备着我们的家 预备着我们将来要回去居住的场所 希望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去好好的预备 Amen 用什么预备呢? 用圣集 用敬虔来预备 我们将来美好的兴趣 第三呢 我们会回到什么呀? 回到极大的利益 因为题目在结束六章六节是这样说的呀 然而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大利是什么意思呢? 极大的利益 是吧? 这是什么呀? 操练敬虔的益处 第一是什么呢? 凡事都有益处 第二点有什么呢? 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 第三点呢? 有极大的利益 但敬虔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下 题目在后书三章一节 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呀 如果你们读不过来的话 你就抄一下 几节到几节 回去自己查一下比较好 题目在后书三章一节到 第八节节读下 请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得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他带钱财 自夸 他谎报 当独 违背父母 妄恩负义 心不圣子 无亲情 无解怨 好说禅言 不能自曰 性情凶暴 卖难善 卖主卖人 任意妄 自告自大 爱厌恶 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奴 却为了敬虔的实意 这种人要躲开 那偷激无家 牢笼无知妇女呢 正是这种人 这些妇女 不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究 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雅姨和杨毕 怎样抵挡博西 这个人 也怎样抵挡真道 他的心力坏了 在真道上 是很废弃的 是 高将独过的庭台后书 三章一到八节 警告我们说 末世 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时的人 专顾自己 专爱什么 当前财 自夸 狂闹 丢结人说什么 有敬虔的外奴 却背了敬虔的实力 这个人你要怎么抖开 很明显 他这段经文描写的是 是什么样的人啊 不是不信耶稣的人 描写的是我们这些 信耶稣的人 因为有敬虔的外奴 那个人 是谁啊 信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有什么呢 有那个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敬虔神的外奴 而少了什么呢 敬虔的实力 保留今天来提醒的是谁呢 是我们这些已经 成为神儿女 你们要小心 你们不要有 那种虚假的敬虔的外奴 不要忘记了敬虔的什么呢 实力是谁 我们看到雅各书 1章26节到27节 告诉我们 敬虔的实力包括三件事情 我们来读一下 雅各书1章26节到27节 若有人自己的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负自己的心 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的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变悟的虔诚 就是贪物 在患难中 故而光复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的事实 阿们 所以第一点呢 那个敬虔的实力 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这种说法很可怕 我们说这个语言 可以把人杀死 也可以把人救活 蛇头像火一样 可以怎么样 可以燃烧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是吧 我说韩哥有个很有名的 电影演员 就是被蛇头杀死 当然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他的名字叫崔真实 对吧 崔真实 在自己的家里面自杀 后来他自己也自杀了 他被谁杀死的呀 对呀 被蛇头杀死的嘛 我们的蛇头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 我们那旁边大家好 你的蛇头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 阿们 阿们 我们这个蛇头太可怕了 你们不要觉得说话是没有能力的 说话能把人杀死 甚至是我旁边的亲人和朋友 就正在被你的这个蛇头 在什么呀 在这个什么呀 迫害我这个杀害的人 他身上有些疾病 都是因你说话说的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你每天都说他 嗯 不知不觉在他体验行程中 怎么办 这个就不得了 一个人在话语上的操练 与敬虔有极大的关系 所以宝博在勉励我们说 要操练敬虔之前 说什么呢 我看正代前书 这张戏也在读一下 只是要弃绝什么呢 世俗的愿意 和老父荒变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经文代后说二章十六节 但要有缘 必世俗和虚惨 因为这个人必进到 更不经济的地步 所以中国有句话叫 祸从什么呀 嘴出也行 口出也行 嘴出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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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所以这件书第十三十六节 我们看是怎么说的 多言多语 难言有过 极致最纯 只有智慧 中国四个字 沉默是什么呀 对呀 有时候没必要去说 这个话 嘴过老实 结果就害了 他害了自己 我们看这件书 十七二十八节讲说 因为人过敬过不言 也可算为智慧 一口不说 也可算为聪明 对吧 所以我们想成为聪明人的话 有时候不说话 可能更聪明一些事 阿们 你说的越多 就会被人找到 更多的缺点和毛病 所以牧师 一般是被人挑宝贝的人 对吧 因为站在下面说的话太多了 大家都可以不识不凡 说得到 做不到 所以我们在上面 可以解析到我们 能够联系一致 阿们 雅各说三章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特别的可怕 起 原来 在许多国事上 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 你能扔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缓 放在他嘴里 叫他顺度 进度调动他的全身 看 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方追逼 只用小小的躲 就随着掌握的意思转动 这样 舌头 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鱼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舌头有多么的可怕 希望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把罪 地上可能会对自己 对别人更好一些 Amen 人的言语啊 像不把池子一样 可以量出我们和神的距离 我们必须操练 先勒住我们的舌头 不要随便说话 不要随便地去判断你 不要随便地去什么呢 去打击别人 这样才是个超量的金钱 熟悉最旁边大声 你的舌头 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 不知道你的舌头是杀人的还是救人的 这是你们自己去判断的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救人的人 Amen 第二点啊 敬虔的实力 要怎样 要堪固 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孤儿 孤儿和孤儿是什么样的人啊 贫穷的人 无助的人 软弱的人 一种带领 我们叫弱势群体 对吧 很多人都不去关心的 都忽视的人 需要别人帮助 而没有办法回报的人 这一部分群体 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 来付出我们的爱心去发展 雅各说二章 十五节十一节 你们想到吗 若我是弟兄 或者姐妹 是生肉体 又缺着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跟他说 平平安自去吧 因为你穿的 吃的好 去会给他们身体有虚弱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以前我们讲过一个例子是吧 有人掉到水里 马上要怎么样 要淹死了 所以对他说 我告诉你 我教你啊 马上是这样去游的 自由是这样的 羊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人说 你快救我吧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话 可以有个救 结果这个已经淹死了 是吧 那么只要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 伸出你的一个手 这个人可以怎么样 可以拧救 那么这些孤儿寡妇 弱势群体 需要我伸出我的双手 就怎么样呢 去帮助他们 而不是用我的嘴 来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你才可以试着呢 可以穿得到 希望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上 能够做出神学学的行动 阿们 圆堂经书三章十七九十八节 凡有世上财固的 看见弟兄群乏 却塞住怜悯的心 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啊 不要只在怜悦和神诺上 只要在心慧和常识上 对吧 做的永远 你说的永远 阿们 阿们 你做到的 你不说话 别人也会认证 你说的再好 你做不到 永远也不会得到 别人认证 所以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行动 希望他们的语言 荣耀赏 阿们 我们今天有很多这样的 孤儿和巴父 不仅需要看顾 帮助他们 也要向周围的亲人朋友 还有我们小区当中 我们住的这个什么样 很多这个旁边的人 需要帮助的人 是很多的 希望我把情绪的爱 分享出去 那我们这次教会 八一刻不是要去缅甸的 有大概有十个人 这十个人去缅甸什么地方呢 去缅甸的过人院 因为在缅甸有很多战争 但是战争留下的这个结果 就是什么呢 有很多孤儿 在战争当中 很多父亲母亲 都怎么样 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在缅甸地区 呀 孤儿是很多的 那么这次八月份 要去缅甸 就是到缅甸的孤儿院 去帮助这些 圣经当中所提到的 你们要看顾 那些孤儿的巴父 希望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神能够使用我们 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爱 能够传达给他们 用实际的行动 让这些小孩子们 让这些孤儿们 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安乐 和医治 虽然没有父亲 没有母亲 如果他们能够认识 我们认识的 这个天上的美大的父神的话 我相信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人 健康成这样 Amen 那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周围 也找到很多能够需要 及帮助的人 那么第三点呢 我看这个 金钱的实力是什么 叫不沾染世俗 不随着世界的潮流 风水走 因为当今的教会 正受圣 圣物 世俗的影响 多也有怪 千有怪 我们说这个世界 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 淫乱 中国有三个字叫 黄 堵 还有什么呀 有堵 哎呀哪用 都很清楚 哈哈哈哈 黄堵 因为这个 声调是不一样的 黄是什么呀 淫乱的事情 败坏了什么 道德都不勇气 而且现在甚至 沙特武提过了 台湾已经通过了 这个 同性战合法 这个法律 用法律来保护 然后黄 保护这种淫乱的事情 这才不可以 第二点是 赌 这个中国人比较擅长 我觉得 韩国的很多赌场 是依赖中国人生活的 中国人不来的话 他就哭不了了 最有名的韩国的这个 在首尔的赌场 赌场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 叫南 哈哈 华特山庄对吧 就在那个 嘎吉山 嘎吉山里 我记得朱镕基总理来韩国 就住在华河山庄 但是他没有赌啊 哈哈 他没有赌 所以 所有 这个 擅长赌国的人 你说去韩国 别的地方不知道 他是在华河山庄在什么 去干嘛 去赌国 澳洲啊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呀 鸡手枣啊 去做什么呀 去赌国 去美国 甚至是 能不能拿着什么呀 拿着钱 拿着公款 去做什么 去赌国的事情 特别中国人 到了这个 茶余饭后 或者是结价日的时候 全民都做一件事情 原本搓已经搓这个 这个拔架 然后就赌博 很多人就因为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出现很多问题 加个人吧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戏文 你看到了 这个老人或者是心脏不好的人 胡了 结果这人也完了 对吧 心脏受不了这个刺激就怎么样 世界生命 赌博不是变好事 所以我也不建议 我不推荐 我们各位理解 不要决策赌博的事情 比如说 买彩票有一个事情 我认为是一种投机 这也是一种赌博 这样的事情害了很多人 就算是买彩票赚了钱的人 这样的人将来的结果 并不是很好 韩国有过这样的调查 买彩票赚了钱的人 结果怎么样 离婚了 把原先的糟糠之气就怎么样 抛弃了 去找成了 找新的 然后又挥霍了 又怎么样 又回到原先的条 甚至不如原先的条 来之不易的钱 是珍惜的 这种钱 不知道怎么去珍惜 不知道你们当中 有没有买巧票 希望你们受求失败 我不建议你们去买彩票赌卿 因为这是一种投机和赌博神社 而且害了很多人 毒 韩国也是一样 中国也是一样 现在毒品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 八月份上去的缅甸地区 是很著名的这个 毒品的这个地区 大麻呀 非常有名的 我们叫金三角的一个地区 就在这里 麻痹了人们的精神 我们中国为什么讨厌基督教 你知道吗 为什么讨厌基督教 因为中国有一次战争了 对啊 鸦片战争 所以很多中国人 不清楚基督徒的人 不知道基督教的人 对基督教的概念 你们带着鸦片进入到国内 来麻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 或什么呢 意志 毒 有毒品 还有精神的压力 不要去受那些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亚洲师父一张一线 不来影响 应该没这一线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染事实 二张一线 不来影响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 让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能暗留 外貌待遇 你们若按外貌待遇 便是犯罪 那不怜悯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怜悯别人 马来福二十五章告诉我们 如何去怜悯别人 这个经文 我建议你们的背景 它是太傻了 不好背 把这些精华的地方 我记录一下 二十五章三十一节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仲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导座上 万里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 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王要向他右边地说 你们这何莫福此次的 可来享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现在我们看什么样的 是能够的人 什么时候可以对到生活的人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人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气里 你们给我穿 我硬了 你们看过我 我在尖里 你们来看我 一人就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陪你吃 渴了 给你喝 什么时候 见你做客人 留你住 或是吃身肉体 给你穿 要什么时候 见你病了 或在尖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 我这一行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 我身上 先走到这儿了 什么时候 我们给主做这些事情呢 在我当中 弱势群体 当你去为他做的时候 是为谁做的呢 为主做的 所以主在 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 用什么来判断 是可以能服的呢 我们把这些事情 做给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无私的 用神的爱心 去关怀 去照顾 去伸出我们的手 去援助他们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已经 看见 并且记得 阿们 我们继续往下读啊 王又要向那酒店的说 你们这杯中的 离开我 进入那杯魔鬼 和他的使者 所遇变的能活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了 不给我喝 我做客人 你们不留我住 我吃生肉体 你们不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尖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或渴了 或做客人 或吃生肉体 或病了 或在尖里 不伺候你呢 王又回答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坐在 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坐在 我身上 这些人要 往永心里去 那些艺人 要往永生里去 阿们 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在我们周围 谁是最小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可能心里 已经有一些概念 经常被我们忽视 被我们侵视 被我们放在一边 没有想起来 这个人 你现在来思考一下 需要我去关心 去帮他们 如果有的话 我说的 刚刚那是教会吧 在我周围的人当中 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 在我工作的场合里面 在我学习的学校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人已经 被大家孤立了 我们都不行 我们见到这个 很讨厌 给他们欺负他 那这个人就是什么呢 主说的那个 在地球当中 最小的那个 那我们应当 在他饿的时候 给他吃 渴的时候 给他喝 需要去住 给他祝福 像主所说的 这样的时候 才会怎么样呢 对他神就 祝福 祝福 阿们 希望我们每一位 弟弟姐妹都能够伸出 我们的手 去帮助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看第三点呢 进行生活 有三种表现 因为圣经当中说 信息 没有行为是死的 你说你 进行没有行为的表现 这个进行也是死的 我们既要有 进行的心 也有外在的 进行的生活 内在有事 与外在有表现 才可以 十个学生 十三二节 我看这个人 是一个敬前的人 这个人叫什么 叫哥尼里布 我们来分享 百夫长 哥尼里布 是个前程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周济百姓 尝尝他好事 这比如说什么呀 周济百姓 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刚才马太夫一二十五章 所说的事情 饿了 给他吃 喝了给他喝 因此 神就放生气一点 那犹太人呢 敬前的这个表现 是活有三种 哪三种 我来看第一点 施舍 有时间你们可以查经文 我已经写了 是吧 大家可以读到 不得自己 这是你们回家 去做的作业 因为在这里 进文读太多的话 时间也不够 施舍的态度来看一下 什么是正确的态度 什么是错误的态度 比如说 我们去帮助了别人 但是我们故意 叫别人看见 我们故意在众人面前说 我帮助了很多人 然后呢 得着别人的称赞和夸奖 这样呢 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事情大概是什么呢 你左手做的 不要让右手做的 你在隐秘处去帮助别人 就好了 不要在众人面前怎样 去显到自己 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 但是没有必要怎样 一定要得着别人的称赞 我做了别人不知道这怎么能行 我受不了啊 有事让别人夸造才行啊 你看大家认真我呀 我都白做了 你白做了吗 没有 你做了别人不知道 我是谁知道的 我们在天生的复杂都看见了 加拿来你回到天下的时候 谁要对我说什么呢 我饿的时候 你见过 吃了 我咳的时候你给我喝了 所以你是盲俗的 阿没 没有必要 把你做的这些事情去什么呢 写 写给别人去看 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 那我们再看呢 所以圣经家路有句话叫 失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可以帮我帮助到这种 失比受更为有福 失比受更为有福 什么意思 给予别人的人 比接受的人怎么样 更有祝福 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 我上大学研究生的时候 就是在安阳一个学校 叫社医大学 社医大学是我研究生业的学校 有一位牧师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 他的教会在什么 在大体 他会有一个台证 他是这个教会的主题牧师 那我记得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牧师给我做了一个见证 他说我们教会有个年轻人 每个星期都是两个教会 但是呢 礼拜天他会来 礼拜天礼拜的时候 我看不见他 每个礼拜六 他肯定来 那么这个礼拜六 这个教会做什么事情呢 义务服务 去什么地方呢 去经老院呢 养老院呢 去雇人院呢 专门去医院呢 去帮助这些各式群体 每次搞这个活动 这个年轻人肯定来 但是他不信主 也不信耶稣 他也不去教会里边 只参加什么事情呢 这个 义务服务 后来这个牧师就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说 你做义务服务 他说我是 我要 你离开福音 你要信主啊 你光做这个事情 你得救才行啊 他就长下去了 这年轻人 你为什么 每个星期六 我们搞 医务服务都来的 可是礼拜的时候 你不来的 他说 你不知道 当我去做 医务服务的时候 我的心情呢 特别特别的幸福 我能够为别人 做一点小事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 充满了什么呢 充满了喜乐 我一个星期 生活不错 给我带来的压力 当我去帮助别人 我这些压力就怎么样 都解除了 所以圣经道路说 失比受 更为有福 这句话是正确 一个能给予别人的人 是怎样 心胸宽阔的 他肯定是有幸福 一个不能给予别人的人 这个人是不幸福的人 一丁点的 我都不给你 对吧 你叫铁中鸡 什么都可以 毛你毛出来 可是铁了 我发生不法 我发生不法 可是呢 能够给予别人的人 这个人是幸福 不但能给你 而且会得到很多 阿们 我们中心里面的方便 带着我们 失比受更为有福 失比有福 我希望这样的安排 没有重力同在 第二点呢 我们敬前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呀 我们叫做祷告 你们家来可以参照 马上写6章的报道8节 错误的方法是怎样 站在会堂里 十字路口上 祷告 力量 别人看见 你看我在祷告呢 你才知道我是净徒 人越多 我越祷告的特别的卖力 没有人的时候 我才在祷告 祷告什么祷告 也没有人看见 只让别人看见的祷告 不是正确的祷告 什么是正确的祷告呢 有人 没有人 无论何事 我们都怎么样 用祷告的心去生活的人 才是正确的祷告的方式 所以圣经当中说 你要随时随地 多处多方的祷告 不要说 有人的时候 在祷告 没人的时候 吃饭了吃饭了 然后就开始吃了 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祷告 可是那个祷告 有的时候是 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圣经当中说 以前的法利赛人 还有那些祭司长 他经常站在众人面前 让别人看见 在祷告 可是那些人不是祷告 不是 是为了让别人怎么样 看见那个虚假的 那个敬虔的外套 第三点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难 禁食 对于犹太人是 用这种方式来 做一个敬虔的表现 可是圣经当中说 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 做的方式是什么呢 他脸上带着丑容 然后呢 把脸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来 你没吃饭了 你进食不行 我饿了 我快饿死了 哎呀不行 我再进食 你别烦我 千万别在我前面吃东西啊 你不然吃的话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这个急 对吧 可是呢 真正的一个进食的态度 怎样呢 你吃你喝 我也跟你高兴 我不吃 因为是我心里充满了什么呢 岳母 叫 崔子石 崔子石 崔子石师 开的这个导宝院 我一直想去 因为我在国内看了一本书 叫哈利利亚大神 那本书里面就写着他 我就一定要去 他带我去 结果到时候 我碰到了一位什么人呢 一位牧师 他进食已经到了27天 哇 我就看到了像一个怪物一样 这人27天没吃饭 在我前面就特别的兴奋 我终于见到了一个人 近时27天 然后他跟我交友 他跟我说 从哪来 我说我从中国来的 哎呦 他说你是从中国来的呀 那我请你吃饭 我说你不是不能吃饭 何必是你吃 我请你 请我吃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一开始韩国人来的时候 中国人来的时候 我就不习惯你 那个 那个 是这样 叫 喂 啊 啊 生鱼片 哇 非常好吃的 我吃完之后 还有那个 梅温糖 哈哈 这优航会怎么翻译的 辣糖 辣糖 大概是这样 哇 他就坐在我前面 我和那个传道师 我让他们去吃 然后他就跟我聊天 特别的喜悦 他跟我拍高兴 27天没吃饭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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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个鼓励你们一定要做进食道 管理社里的感动才可以做 但是什么状态是最好的呢 不是说我做了 崇敏普遍 我这个我躲在家里 别烦我 我都快破色了 不行 我还没样子 谁也回来烦我 然后你跟我说话就跟你吵架了 不是这种状态 越做越喜乐 越做越有恩典 才是真正取悦 阿们 阿们 那我们要过敬前的时候 还要尽量追求圣洁 上周我们学过了 是吧 今天我们重新再来展觅一下 西伯来说十二章十四节 我来读一下 都不见了 今天这个跟我们来这个什么样 来这个导乱 我来读你们听就好了 西伯来说十二章十四节说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呢 看见 上周我们学过 对吧 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呢 没有人呢 看见 不圣洁就抗见主 这句话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圣洁就抗见主 因为主是完全圣洁的 凡是肮脏的有罪的人 到了神面前都会怎么样 被神击杀 我们举例啊 这些物体和物质 到了太阳旁边的话会怎么样 会融化 我们举例来说 如果神像太阳一样 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还又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到了神面前 完全圣洁的神 和有罪的人 也是不能在一起的 我们为什么能接近神 你们知道吗 原因是什么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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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保险覆盖了我 我们穿上了耶稣的赐给我们的一个节白的蚂蚁 才能 尽造成这些 所以我一定要追求圣洁 神知道我是不圣洁的 神知道我是肮脏的 可是我们要追求圣洁才可以的 不然的话你见不到 阿们 我们的吃 穿 用 住 言语 行为 外面的行为 心里的意念 都要圣洁 有机会你们看一下 立位记 很多人最不喜欢看的一段经文 特别的麻烦 立位记里面就告诉我们 吃穿 住 用 行 说话 礼拜 都要圣洁 立位记的主题 你不知道是什么 圣洁 非圣洁不能见 阿们 第一点我们在信仰上 要想要圣洁 信仰的圣洁是什么呢 我们的心里 要看到结界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是吧 你看到那个腐烂的食物 你能吃呢 可能你过得不显的时候 快死的时候 你不会吃 一般人不会吃 可是你的心里面 允许像腐烂的食物一样 顺烂的领 为什么 心里这个 身体不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要结界 我们的心里 上的领域 出来这些二条 撒大文件说 神是独一的神 是寄邪的神 是不允许有肮脏存在的神 我们看有几个人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读一下 迦勒 约书亚 利亚 戴伊里 戴伊里 三个朋友 将来你们读圣经 就知道这些人是谁了 我来解释一下迦勒 迦勒和约书亚 这两个人是什么呢 是跟随摩西的人 那以前的人和 和这个外邦人争战的时候 摩西派了十二个人 到什么地方 到耶利哥城 去什么呀 去打探 那边的情况 十二个人回答了 十个人说 不行 我们不能去 那个耶利哥城的人都是巨人 那些人太巧了 打不过去了 只有两个人 谁呢 迦勒和约书亚说 我们神和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怎么样 就能留守 凭个什么呢 凭个心心 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 信仰是圣洁 他们的心是怎么样 是出正 知道神是全能的神 神是没有一个征战的神 而那十个人 虽然看到了很多神迹 其事 还不相信什么 所以我们要像迦勒一样 有这样的心智 后来迦勒得到了什么处处 他向神要的土地 神怎么样 神祭给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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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另外一个人是 约书亚 约书亚说过一句话 约书亚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 释放以后 他的心纯粹到什么程度呢 不但我 我们全家都怎么样 都要释放以后 这两个小朋友 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以利亚 以利亚 在这个加利山上 和其他的宗教的人 进行什么样 争战 就是说 到底我们看看谁的神 才是真正的神 那个时候 他下车说什么 他说 你们的心 十两亿 要到几十亿 就说你要信 就要一心一意的信 不要怎么样 三心二意的相信 这个是真正的神经 但一里 我最喜欢这个人 为什么要不 我起了美国叫但一里 是吧 但一里做了什么呢 做了总理 外方人的总理 可是这些人 要献 用什么方法呢 制定了一个规矩 就是所有的人 都要拜谁呢 拜这个外方人的王 那个基相 不拜的话 就要怎么样 惩罚 结果待遇是怎么样 无论怎样 我都不拜 我只拜谁呢 拜我所相信的神 一天三次 敞开窗户 向神呢 向全人的神经拜 结果被人陷害 陷害又怎么样 神怎么样 帮助 阿们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更厉害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别人陷害他 把他们扔到大理学 十几个 结果十几个怎么样 被咬死他们 第二天 那个外方人的王 他这三个人没死 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了 这些人 陷害这三个人 都该死 把这三个人怎么样 叫出来 把那些陷害他的人 都扔到十几个里面 刚把这些人 扔到十几个里面 就出现什么事情了 那十几个 扑上去 就把那些陷害 但一里三个朋友的人 怎么样 咬死 但一里 被这些人 扔到十几个里面 火坑里 在这个火的这个 火庫里面怎么样 有人说 看见天使和黛玉 一起行走 没有被烧死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追求信仰的圣洁 神就会保守我们 在任何的事 阿们 保守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的心灵 第二点 在人际关系上 你要圣洁 若有人有嫌弃 就应当彼此包容 饶恕 像我们饶恕 一样 我们会被主导了的人 其中有一句话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 别人的债 所以上天的质疑是怎样 你们不饶恕别人 我就不饶恕你 你心里恨别人 没办法 我不能饶恕你 是黄金律 是吧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要在人际关系上 要都学会去 免了免斩 以赴所书 我们来读一下 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 一切苦毒 老恨 愤怒 攘浪 毁荡 对一切的恶毒 都从你们中间除掉 必要以恩慈相待 所谓连连的心 彼此饶恕 对旁边的大家 我们要彼此饶恕 然后看着旁边的人 你恨我 然后你又回答你 我不恨你 我饶恕你 我们要彼此饶恕 阿们 你要彼此饶恕 还要饶恕我们自己 饶恕我们父亲母亲 我们的儿女 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 丈夫 妻子 要彼此饶恕 阿们 第三点 要在男女关系上 圣经 圣经上要圣经 我们读一下经文好 十诫年第七条 节目说 不可说 不可欠恶 不可欠恶 我们读一下 接下来一条前书 神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圣经 远利 引起 要你们个人 想要用圣经 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像那不认识神的外观的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 月份欺负他的弟兄 因为这一位的事 主必报应 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 有窃窃 祝福你们的 神赵我们 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 乃是要成为圣经 所以 那弃绝的 不是弃绝人 乃是弃绝 那次圣经给你们的神 中文句话叫 英雄难过 但是 基督徒要破什么关系 要我们破了这个关系 可以了 阿们 因为现在这个世代 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自由 特别在国内 韩国也是一样 你不知道他有几个 小三还是小四 到小五还是小二 可是 基督徒不能这样去做 基督徒要 要什么呀 过圣经的时候 过什么呢 过尊重自己丈夫 妻子的什么呢 生活才可以 阿们 别人不圣经 我们要圣经 别人去做这些议论 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阿们 神最记恨的是犯一半的罪 所以在婚前 互败的行为 都是 对神所咒诅的 在清宗教 还有些基督教的一些 年轻人当中 会做一种什么样 一种 就是 淤定 我们叫 婚前的约定 圣语的约定 我在神面前 我宣誓 在结婚以前 我绝对 不做什么 不做 这种 满平常的关系 除非 我结婚了 和我将来的 另一半 见面的时候 我们才怎么样 才过这种 正常的生活 这个事 被神所祝福 阿们 没有说 哎呀 牧师里现在说的 已经太牢土了 是吧 现在在 从小学生 就已经都这样 学生都这样 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真理 我说的是 我们要过圣典的生活 我们要这样 去教育很多人 我们这样 去影响 周围的 别人 做了一样的事情 我们要做了一样的事情 阿们 因为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 如果我们不教育的话 就没有几岁 他们都不知道 如何去保守 尊重自己的身体 我们不教育的话 怎么可以 因为现在 不是在影响了 这个年轻人的想法 网络 手机 还有电视 都在影响了他 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儿子 扔出去 去过这个 乐乐的生活 谁也不愿意 阿们 我们要过圣典的生活 我们多几个经文 主耶稣是这样警告 你们要逃避引起 人所患的 无论什么 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是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用重价来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 人要死 几十座二十一章八九 你们想到 唯有 胆怯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有淫乱的 我这个 雕了一下是哪 行邪术的 败偶像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 就在烧着流氓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淫乱的结局是什么 走向死 有这样一个记载 就是统计 在中学生当中 相当一部分 有什么样 有性体验 以婚的人当中 男人 十个 有七个 有婚外妻 以婚的女性当中 十个人当中 有四个 曾经有过出轨的事情 就更别说精神出轨 所以我们要过什么样 过圣洁的生活才可以 精神出轨 也不可以 阿们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当你精神这样出轨的时候 要怎么样 要把他扼杀在那个萌雅的状态 不要让他发展 可是很多人把他发展 自己在里面已经开始做梦了 对吧 你们不知道 到底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不行 神都看见我们的心思很一点 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怎样 有什么也都可以 阿们 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彼得后出三章九节 主所允许和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元 其实不是单元 是宽容的 无愿有利人指责 难愿人日都会改 所以我们还有机会 虽然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 在言论 在喜后 但是有机会 神希望我一个人都回到他面前 最后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彼得后出三章十节 到大日 必有大事 必大有想生费去 有行至的都要被变有消化 地和其上的户都要烧尽 我们在神面前 一定要十节 一定要敬前才可以 不然的话会怎么样 会被烧尽 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才是我们基督徒 最佳的生活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提到了 八个字 怎样圣洁 怎样敬前 是像神给 尤雅的方舟一样 对我们来说 这是苦得救的人 救命的道具 希望我们在神里面 过圣洁的生活 过敬前的生活 我们最后来读几个 敬前圣洁的编定之后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 我们先来读一下 其操练远远世俗的虚财 和老父方便的话 勒住自己的舌头 有实际的爱情行动 并保守自己 不随着世界的潮流走 在信仰上 专一纯正 扫出一切 有形无形的偶像 在主日分别为圣 要有绝不妥协的信心和决心 真心释放 饶恕 所有的罪过我们 伤害过我们的人 永不再敬念 在男女关系上 要圣洁 夫妻彼此相爱 做儿女的王 要多争盖 要向神帝约 要以圣洁尊贵守住 自己的身体 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 直到天井面 阿们 那我祝愿各位女学妹 你们在生命当中 每天都播出圣洁的生活 播出敬前的生活 阿们 好 我们前五个赞美队 唱首赞美阴 赞美阴阴阴 封建好 一切线上 海外 祝祝你 祝我今晚 全世上 一切所有都为你 我要永远 爱你 好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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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